个人就是比较爱美 比较喜欢打扮 也觉得个人对时尚 有一些自己的了解 比较热情 比较活泼吧 比较容易云相处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一所 我喜欢的层次 拥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稳定下来 王亚如24岁 山东人 本科泰山医学院 预防医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亚如 今年24岁 今年刚刚毕业 我毕业于泰山医学院 我的专业是预防医学 我来到菲尼莫树 想找了一份与时尚相关的工作 包括助理或者市场策划 活动推广都可以 谢谢大家 王老师 您好 苏老师好 各位boss团的老板好 不握手吗 跟王老师握手一下吗 您好 谢谢您推荐我 好 谢谢您 握一下手 谢谢 没事 我经常被这样羞辱 我们的选手很有魅力 图老师都受不了了 人生难得及羞辱 来 王老师您的推荐理由 我想他刚上来的时候 这个气质和这种感觉 大家我觉得是不是心里 有一种比较温暖 比较一种阳光笑儿葵一样的感觉 我第一次见他 其实我就感到了这种气息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老师 好好表现 谢谢 来 了解一下 很多人说你是女神 因为我可能是在学生会任职过 然后后来也在社团担任了三年的社长 然后包括组织了很多活动 也接待 每年接待很多新的社员 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对我组织活动的能力 包括带人接物 大家也比较认可 所以可能就送我这么一个称号吧 其实有点愧对 如果说只是因为你干练 那说你是女强人就可以了 干嘛要说你是女神呢 因为可能我生活中比较注重打扮吧 所以我接下来 邱志也是想求的一份跟时尚相关的 就我对穿衣打扮比较有心得 可能大家也对我日常的外在 外形条件也比较的认可 所以说其实在大学生活当中 你是个风云人物 不光是有能力 而且外貌俱佳 他在cosplay社长多做团长的时候 带着他们那帮妹子 招到了四五十个社员 说实话那四五十个社员之所以来 是因为你的魅力 还真的是因为cosplay的魅力 有的人确实是真的喜欢动画 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特别的感兴趣 看我穿着一身衣服 衣服 化妆 道具 这个人好像很新奇 很漂亮 大家也会说 说了半天这个cosplay的事情 才看到你的专业其实是预防医学 对啊 你是泰山医学 你是几年制的 我是五年制 那我问你 你在你本专业里面学的怎么样 刚才你好像你对cosplay特别热衷 自己的专业成绩怎么样 对 你自己专业成绩怎么样 我认为我的专业成绩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在班里排上上等 那为什么不找相关的工作 就是啊 一般是时尚相关 一般是疾控中心嘛 一般是BA 对 因为说实话 预防医学它的就业面是稍微窄一点 因为它可能只是在一些 包括疾控中心 卫生局 治监局 海关 这种国家的职能部门工作 然后我是希望现在在北京 而我的 就我老家是山东的嘛 然后我不想 不希望再在山东就业 我想在北京 所以我换了 那个我反对啊 姑娘 就说学医啊 其实就业一点都不窄 首先呢 你的专业呢 是预防医学 现在呢 是个很热门的一个课程 是的 再有一个呢 我觉得学医的人啊 他那个需要他这个跟人打交道嘛 跟疾病打交道 这个时候这个人呢 洞察能力就特别强 其实很锻炼人的能力 其实他就是想劝说你去他那儿 叶教授 你怎么那么含蓄 有你这么求爱的吗 我今天意向的企业确实有 有他是吧 对 有你别急 但我觉得雅如的气质 因为我也学过医学啊 就是从气质包括弹图 就转行是对的啊 因为我学了八年医学 我学归学 但后来也转行了 我觉得你目前展现的弹图和气质 转行是对的 凭第一反应啊 第一感觉 谢谢老师 我也觉得他转行是对的啊 可以不做预防医学 可以做别的 所以你们这些男人是想尽办法套关系 雅如我想问你 你怎么理解时尚这个词 时尚其实就是一个轮回的过程 我那天去买凉鞋 我发现这个凉鞋跟十几年前 我妈妈还保存着那凉鞋特别的像 它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这十二位老板 据你目测 你觉得谁 相对于有时尚的气息 说实话我最欣赏的就是 咖啡之一的隐风老婆 他永远站在时尚的潮头 我觉得他特别的漂亮 受追求的榜样 男的有吗 男的你就挑一个 你认为最不时尚的老板 你认为是谁 真坏 这个考察你的观察能力 就是那个 顾原有机男 最不时尚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 可能男士 我是首先看到袜子 因为现在很多男士就 就是不是特别流行 把袜子露出来 而且是白袜子 那露袜子的还有小苹果呀 美像容啊 但是我就说白袜子 可能现在 白袜子是黑的 现在时尚的都不穿袜子 现在最时尚的应该是不穿袜子 对 老梅呀 这个时候你就 老梅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跳出来了 因为第二不时尚的就是你 雅如那你点评一下老梅这声 你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嘛 它不是衣服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啊哈 是我觉得 什么意思 你这意思是说 我跟陈浩一样带赏萌吗 不不不 你带赏萌 别拽上我 这已经没救了 其实啊 刚才从这个 她的描述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她的语言是有特色的 对 她有一定的幽默感 我此时此刻感受到了 刚刚上场的时候被羞辱的感觉 我是 这样一个姑娘 第一印象去货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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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十二盏灯都保留着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看一下PPT本质 这个是2012年 这个是我首次担任社长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是台湾市政府 要求我们参加了一个待庙的文化节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赶剧本 赶音频 赶衣服 赶道具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银魂的小剧场 还有吗 下一张 这一张是我自己独立创办了一台晚会 我们动漫社的一个动漫春日记晚会 因为从开头包括拉赞助 一直到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外销的进来 作为一个应援团吧 这个就是我说我做那个神威 对 左边那个是我 这个是威家里面的Miko 是大姐 这也是你吗 这个也是我 对 左边那个照片是你吗 左边那个是我 大家可能 这个挺好的 对 可能不太 谢谢 来 下一张 这个也是我自己 因为我有一些喜欢日常的 就是动漫可能有一些日常的 这个也是极规制服 这个才是真好 我喜欢这样 我这档次高一点吧 我喜欢这样 虽然它不是凹凸有致 但是纯真浪漫 这个可能是女神犯的来源吧 对 我喜欢这样 来 还有吗 没有了 结束了 好 谢谢 那么刚才展示的 这所有的PPT当中 你认为最能够体现 你的哪方面的能力呢 首先就是我最开始是 一些我的活动嘛 就是我组织活动的能力 然后因为一场晚会办下来 可能最开始要拉赞助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 音响的租赁啊 人员的组织啊 包括最后上台 可能还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出发状况 然后包括我们也 当时时间也非常的紧迫 然后可能就是 做事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是这样 你当你一上场的时候 我观察几位男士老板 他们的眼里是有不同的光的 这个不同光虽然我离着很远 然后呢 他们的那种感觉 我已经感到了一样 阳光向上的 青年美貌的这样一位女性 我觉得对他们是有一点 小小的这样一个 赏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冲击的 所以在未来的生活里面 工作里面 如果比如说 我以沈东军为例 会给你工作上 一些职务之变 显然对待你 跟对待别的人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美丽和漂亮 但是你要付出一些 一些你能懂得的那些代价 我必须声明一下 这是一个题目 而不是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是否真实 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遇到这种情况 你该怎么样处理 首先 那个方式容易得多 你知道吗 嗯 我知道 你不必写这个弄那个的 因为我发现 现在好多女孩子 她都是走这样一种 叫捷径也罢 好的办法也罢 但是我市场 我是也是 我妈妈跟我讲 或者我自己 也比较认可的一句话 就是做人是一定需要 一个原则和底线的 就是这个原则和底线 但是任何东西 都没有办法来改变和撼动的 但雅如你要记住 我们这个事要的 不是你的态度 而是你如何化解 比如说沈东军 就是已经有明示或者暗示 其实这个事情呢 说大道理谁都会说 来个现场 现在沈东军下了班了 假借职务之便 约别人 这个下班之后 与你互动 你现在来一个 是这样的 非常赤裸裸 我来表演一下 我扮成一个 对 雅如最近工作也非常忙 我看你都瘦了 咱们今天晚上 一起出去吃个饭 你有空吗 正好我也想吃点好吃的 如果您需要跟我沟通 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咱们可以利用 吃饭的时间 来好好沟通一下 帮助我一下 可以 如果要对我进行 特别的工作指导的话 我非常想念你 我觉得这个饭是可以吃的 吃有些事情 肯定是不能做的 我是这样考虑的 因为老板邀请你是 对你的一个认可和肯定 我可能最初并不知道 你吃是个什么目的 可能要吃完饭了才知道 其实就是说 你这个是不应该接受的 我跟你单储 我把这一点 专门拎出来了 你懂得的 你明白意思吗 就如果是你最后 你不愿意做某些事情的话 或者说先愿意做什么事情 然后把你的工资 从A调到了B 然后完了之后 你觉得这个做的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一步到位 实际上它是通过 几步的方式得逞的 还是 其实雅如就是 我们常常说的那句话 千万记住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行 可能还没有人这样 对我无事献殷勤过 会有的 你等着 会有的 但是千万不要 你以为你以为的是 你以为的 好吧 来第二轮选择 去货流 谢谢 我想这12个老板都留灯 是不是因为 刚才考验当中 你去了呢 我想肯定不是因为这个 我也但愿不是有一个原因 男老板可能很多是这样 女老板一定是为了救他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大家所推荐的岗位 从刘家勇开始 我觉得我是一个转行的 一个成功的典范 如果你要跟着我 你一定会学到很多 转行能遇到的困难 并能积累很多经验 感同身受 所以说我愿意给你 我们总监助理 如果我考核过的 我甚至会愿意给我的助理岗 给你 我给你的职位 是我们迎客地所的 行政助理 雅如 豆果这边给你的岗位 是行政专员 我们是市场部的策划专员 谢谢您 KPG给你的岗位是 全国加盟中心市场部的 市场捐员 我们的市场部分 执行部门和策划部门 我们现在在策划部 有一个项目 其实你也可以提前进入 比方说现在我们有一个 易豆豆的策划团队 就是KPG未来会有一个 卡通形象 卡通人物 有点动漫风格的 就是讲的现在的 80后90后的职场小强 欢乐 待上门 欢乐乐光的职场小强 叫易豆豆 这个策划你可以参与 你很适合这样一个风格 我非常着急地留下来的原因 真的是 我觉得像你这样一个 单纯上进 不按事事 又对好人坏人便便的 你不是特别强的时候 你好渴望交他 我特别愿意 把你先放到 KPG比较安全 母爱又泛滥 KPG欢迎你 谢谢 来 段东 好爸爸 那是 五八童筑给你提供 岗位是 产品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你是非常希望到一个 食尚的品牌 那同龄珠宝是柏林电节的赞助商 那我今天拿出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位 就是我们新一代钻石 蓝色火焰的品牌专员 那我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个 最适合你的岗位 就是活动策划 我觉得你的这种亲和力和你的组织 能力的话呢 在这一块我觉得可以有很好的发挥 来我这边做这个能力资源的专员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因为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刚刚毕业的时候的我 那我要把你招的函数来呢 是想让你做运营部COO的总监助理 我们医院呢 会给你一个品牌的策划和推广的工作 这份工作呢 既不丢掉你的本专业 又可以实现你做策划呀 就是你大学这些工作 就是你理想中的工作的那个高度 我们那是有宿舍的 这个你都不用担心 那个优胜教育集团给你我们 那个全国加盟中心的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两个 一个是市场执行方向的 一个是人力资源方向的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面临了其他前面的选手 不曾面过的困难 那你接下来用什么方式去淘汰 就是当你走过这一段的时候 你心中的标准是什么 能不能把它公开一下 首先我工作要就是要包住 包住是一个标准 对 包住是一个标准 应该行业是第一标准吧 首先我是转行嘛 转行的话 我听到各位给我的职位的话 可能大多还是市场营销策划 包括助理这方面 可能也是大同小异吧 但多多少少有一些行业 与时尚是比较远的呀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新日 也是默默地做了一个选择 所以说除了包住之外 还有什么标准 我首先是看各位老板 可能给我的第一项 也可能老板就是代表了 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你要知道王老师之所以 一定要让你在灭灯之前 说出你的标准 实际上是在给你增加太多的时间 要不然你走那你就懵了 所以说王老师 对于他刚才的标准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无论如何 包住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我觉得第二个标准 一定要放成第一个标准 包住是在你职业选择里面 极其小极其小的一个标准 你现在就是吃苦的时候 就跟人家去合租的那个房子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你要被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头条的话 这个是 所以说你看王老师 往往一些聪明 漂亮 有魅力的女性 她不是死在 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是死在温柔梦乡当中 死在一些小的东西上面 你说的非常对 你如果树立不了一个 无论在北京和上海 吃苦的精神的话 你随时会倒在在座的 这些男士和男士和类似 这些男士的肩膀上 那靠一下比你奋斗 十倍子还多 我觉得吃苦我是肯定能做到的 我之前也有很多的建议 所以说不要把包住 放在第一条 你包住你就说明 你不想去吃那个苦 你知道吗 把你的职业选择放在第一位 住把它去掉 对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行 好 谢谢 写好了 灭掉十斩 留下两斩 再回到这里 请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谢谢 谢谢 您的奶挺好喝的 您好 您是我为之努力的榜样 谢谢 加油 谢谢 您好 谢谢您好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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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兄 你好 您是我 你会不会的 你要再考虑一下 因为我的考虑非常适合你 而且我非常愿意培养你 五 四 三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好 哎呦别别别 哎呦 谢谢您 灭啊 够了够了够了 留两斩 再灭就像一斩了 留两斩 留两斩 我没有灭 没有灭掉不能的灯吧 你灭了他的灯啊 是我自己灭的 我没有灭 你只是跟他握了手是吧 对只是握了手 是不想灭他的灯是吧 对我没有灯 亮起 你又复活 我制作都行了吧 我们首先有请 首先有请刘佳勇说一下获奖感言 哇 满血复活 哇 真 人生有很多次跌宕起伏 这一次最大 其实我刚才 我觉得我也没有灭通灵珠宝的灯 你都只是握了一下手就走了 对 但其实你想灭的灯 你都亲自去灭了 对我亲自去灭了 所以你本来不是想灭灯握手 握手不代表告别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但是他们误会了 那我这个也应该要恢复啊 哎呀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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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因为这样的误会 我现在在想问你 最后留下哪两盏灯 这三盏当中 其他的不可以再点亮了 为了尊重这位老板 自己过去把他灭了 这是我一定要 这是果然竞争了 王力甄老师 刘家友的跌倒祈福 这一次一定要握完手 让我亲自给他灭了 请选择 不好意思 来来来 这一次才是我们家友人生中最大的祈福 有请刘家勇发表第二次获奖感言 心碎了无痕 我其实是真的是祝福 可惜不是你 其实我觉得啊 我却挺欣赏他这一点 我也欣赏他 我也欣赏他 女人要把一个男人伤 就伤到顶 来 谢谢你的成全 牺牲你一人幸福千万佳 有请东军好影谈钱不上感情 你可够狠的呀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刚起来了又把它摁下去了 你们两写下的薪酬 都要对得起刚才灭掉的那十盏灯 要对得起我受伤的心灵啊 切好了吗 请接手 最最要考虑的是哪一个 第一你的行业 是一个化妆品行业 还是一个奢侈品的行业 还是一个珠宝的行业 第二是一个助理类的岗位 还是一个品牌类的岗位 我觉得这是你最最要思考的 我给你的这个工资 其实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 所以我能做到的 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得到 作为这个舞台最受伤的男人 我要说一句话 那你找一个女老板带你 可能会真的更好 这是我的建议 那我要说一句啊 我们品牌部的总监 总经理 其实是一个女的 对 你到我们公司 我说句 稍微难听一点的话 想见我都难 我们有五千个员工 她是有 你到了沈总的公司里边 见到他都难 所以你的未来几乎是渺茫的 各位 但是你到我这个公司 各位 因为我们是一个正规的公司 我知道我知道 各位 我们为我们每天 每个月能够见到几次沈总 而感到高兴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有一建议 我觉得今天这个厂 厂子里的氛围 非常的异常 这种异常呢 其实预示着你未来的人生 并不是一个坦途 你可能需要比别的人 更大的一个有自律 自控 自强不息的这样一个精神 才能真正比较安全的 以后无愧于自己人生的 走完人生 我见过的漂亮女孩子 最后 她们犯了不可逆的人生错误 太多了 我希望十年以后 见到你 我觉得你说 这一切都是我奋斗来的 我特别希望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和徐宁会 通宁珠宝 韩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韩树 请考虑 虽然通灵比函数多了2000 但是我觉得 首先我非常的欣赏郝总 他是我未来可能要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一个人 在他带领下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的转行 可能也要做得更好一点 我依然想说 在这个消费美貌的年代 女人真正的智慧 就是分辨男人的好与坏